Hello,大家好,我是Kenji 有很多朋友就说我的普通话就很普通 其实我是没经过很正式的教育来学普通话的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就是做旅游业 所以很多机会会接触到一些说普通话的客人 所以我就从我的工作上面去学我的普通话 还有就是我很喜欢听一些普通话的歌曲 比如说我们香港的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他也经常唱国语歌曲 所以我的普通话就是在这些歌曲上面去学的 但是我家的两个小孩 原来他现在上了小学以后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他都是用普通话来上课的 所以我就想今晚回家以后 就跟他们 反过来是跟他们去学一学 这个普通话 珍重的普通话 大家一起看看吧 Let's go 今天特地来到学校 其实有一件事想问一下你 你知不知道普通话吗? 知不知道 学校有没有教吗? 学校有的 我看到你搜查 不是有课要上课吗? 普通话 对 但是不是今天上课 即是平时有的 哈哈哈哈 不要被分析啊 即是平时有上普通话的人 但是星期四 哦 星期四就上课 今天是不是星期四呢? 5 今天不是星期三呢? 今天不是星期三呢? 5 5 我都不知道你是否猜 喂 那如飞说普通话吗? 嗯 一点点都不会啊? 是啊 你小小都不认识吗? 你叫什么名字啊? 王朝鞋 不认识咯? 王多识? 王没有? 王朝鞋 鞋啊? 王朝鞋 还有呢? 如果早上见到朋友 早晨什么呢? 早 早安 那下午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蛤? 不知道啊 有没有五湾啊? 五湾没有了? 五湾 五湾 是五湾这样说 五湾 五湾 那如果见到人家说你好呢? 你? 你好吗? 哦 你好吗? 那你也认识咯 又说五湾 嘿 你是男的或者是女的? 我认识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 男 男孩子 男孩子啊? 你是 你怎么也认识咯? 为什么你认识咯? 我认识咯? 我认识咯 你认识咯? 你认识咯? 那等姐姐来 再问一下姐姐 她三年八 我认识咯? 你学校有没有教普通话? 有 你学了什么普通话?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好了 你叫什么名呢? 王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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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教我一点点普通话? 不要 那没办法啦 他们不愿意教我 我只有自己去学我的普通话了 我觉得呢 普通话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呢 都开始学这个普通话 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我觉得也应该把我们国家的语言呢 学好的 所以呢 希望呢 我以后拍的片呢 多讲一点普通话 让你们听得舒服一点 谢谢大家 请关注Kenji